深水埗主教山佩水庫今天開始交估工程 早上有多個工程人員在主教山山頂佩水庫的外圍搭起工作平台 並且安裝鐵閘和鐵欄圍封地盤 鐵絲網外有告示說地盤內有危險提醒市民不要進去 水務署昨晚確認佩水庫落成在1904年 運營土結構是在1952年加建 評估之後認為內部整體結構完整會做臨時交估工程 包括支撐水池頂佈 可能雙脫駕運營土和磚塊等 等工作人員可以在安全的情況下進去視察 進行復修和保育工作